廖經理 我剛才在整個社區逛了一下 我發現這邊的腹地非常的大 而且建築外觀其實蠻雅致的 再加上這邊有一些綠色的園藝造景 其實住在這邊 真的還蠻像住在一個花園裡面 當然啦 其實我們這個社區 在規劃的時候 種種花了六年的時間 因為其實在選地的同時 我們在離新竹市中心是非常近的 不管是大圓柏 城隍廟 火車站 三五分鐘就可以到達了 吃東西很方便 有很多美食在新竹 所以說其實我們這個本案的規劃 整個社區 有一個300米的環繞花園 建築風格是採歐式的巴洛克風格 所以我們整個一個食材列柱 包含造型的爐籃 老闆都非常的用心去規劃這樣子 OK 好 那我有發現 像一般的這樣子的別墅的社區 是比較少有健身房 但是你們有耶 對 大樓社區的概念移植到這個透天 總共有六十字路非常齊齒 而且我們這個健身房 還有我們的會議室 我們還有規劃一個公共的一個 多功能的休息室這樣子 聽說你們是找 獎學證設計師來設計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趕快去看看 裡面的格局跟設備是怎麼樣 走 我們來看 在我們幸福空間呢介紹過非常多次講設計師的作品 那麼這次比較特別比較不一樣 它是食品屋喔 那我們從去年底開始 希望說我們把美學落實於生活當中這個理念能夠被落實 所以真的能來現場實際上看到我們設計的空間 那這個社區它有兩種戶型 對 它有兩種戶型 那像我們像這一種戶型 它是兩邊都有 都是有採光的 它這邊可以看得到後花園 對 那這個案子是新竹一個在地建商叫安新建設 那他們這次的案名取名叫御松園 是 它是一個非常均質的六十四戶 超過百名的電梯的豪宅 對 那御松園 顧名思義就是說它在中庭的部分 或是它在端井的部分 有把松這個元素把它帶進來 有 我剛才有看到 它在中庭就希望能凝聚這種紮實尊貴的這種效果 那我們這一次幫它做了兩個戶型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案子 它是前後都有大面積的採光 那前面的採光它可以看得到我們中間 建商晶晶設計的中庭設計 那後方的話它基地本身的條件 後面就有一個萬平的綠海的部分 所以它前後面都有我們所謂的雙景觀的一個空間 這一戶的風格我們是採取我們公司很擅長的 一個叫當代古典的一個風格 那它是微微的古典加上一些現代的元素 那因為透天格局比較自視 所以我們希望說它視覺上看起來 還是有一個對稱的一個中心感 所以我們在餐廳這個部分 把視覺上做出一個對稱的感覺 我們利用木皮 還有隱藏式的拉門 跟旁邊的玻璃櫃的 同樣造型的一個設計 把這個對稱的中心碼抓出來 那它跟我們參座的配置 跟上面這個圓形天花板 又是互相回憶 雖然說空間不大的狀態下 我們還是希望它有一個非常整齊的 各個空間的一個領域的一個表現 所以這個是透天別墅 就總共有幾層樓 是 這個案子如果連地下室跟頂樓的話 加起來總共有六層樓 總共有六層樓 但是我剛看了一下 主臥房是在四樓嗎 對 主臥是 它這樣子很特別的就是說 它在三四樓的部分是採取 20屏的大主臥的設計 那它在分別的樓層 它有設計 類似像泡湯區 或者是SPA區 它有這種比較休閒的這種規劃 那它建商原始規劃 有一個我認為非常好的一個點 就是說它在 一般我們在浴室跟衣帽間 中間的格局 通常都是冰冷冷的磚牆 搭配硬邦邦的木門 可是這次它採取的設計的方式 是它利用玻璃 讓它讓整個空間的延伸感 得到一個完全的延展 那甚至它在主臥室內 或是在衣帽間內 它往窗外一看 窗外的那些綠意 也都淨收眼底 主要是它這次建商 在主臥室的浴室裡面 一個非常 我認為非常貼近的一個規劃 就是它在浴缸的考量 它採取的是降板式的浴缸 對 那不管你老年人 或是你要進出浴缸的時候 其實會非常的方便 另外它配置的方式 可以讓你躺在浴缸內 就可以直接看得到這個萬平的漱海 這個也是在新竹鬧市裡面 非常特別的一個規劃 所以看到這邊呢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都還滿期待想說 另外一個戶型是什麼樣子 所以請設計師帶我們去看看吧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戶呢 跟剛剛那一戶又感覺不太一樣了 風格依舊大氣 它是屬於一個比較現代感的感覺 然後整個開放的空間 這個戶型 因為它的採光面是在中頂的部分 那為了要讓採光能夠更加的 進到我們的室內空間 所以我們採取的是開放式的設計 那另外一個解決方式是 我們在壁面上設計出一些 人造的光源 讓整個室內也是 的亮度會比較均勻 既然是開放式的設計 所以這開放式的廚房 萬一我們炒菜的話 有沒有要怎麼看 是 它建商考慮到這一點 所以它有一個非常貼心的設計 它有一個我們叫 連動式的連動抽根馬達 它是跟著我們的派油煙機是一起的 是 所以當你派油煙機開啟的時候 它的連動就能 它那個連動馬達也會跟著啟動 它會整個把油煙的部分 會直接抽到屋頂上 而不是單層排除 這是它這個案子 對油煙的部分 它有做一個特別的規劃 好那這邊三四樓也是雙主臥 但是配置又完全不一樣 對這兩個戶型對我們而言 有另外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就是說我們必須在四個主臥室 各自設計出不同的風格 但是整體的氛圍我們都還是希望 比較提供還是比較像比較 心急飯店的這種休閒 或是帶一點度假 或是帶一點點居家的這種風格 另外在它主臥室的房間門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設計 它有一個一個小時 防火時效的防火防爆門 一個小時代表的意義就是說 它可以真的在火災不幸發生的時候 對 居住在裡面的主人 它可以因為有這一個小時 所以它可以降低 它的生命財產的損失 所以它可以得到這一個小時的 緩衝時間去逃生 所以看完今天的分享 我感受到 今天的這個建商真的是還滿貼心的 就是把屋主的所需求 他都想到了 然後再加上我們講設計師 他真的是非常有經驗 也很細心 所以這一次呢 今天一看一次看兩戶 真是滿過癮的 謝謝